早前被控全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其中15人 上星期四晚獲總裁判官蘇惠德批准保釋 當律政司馬上申請保釋覆核還押 當中4人在上星期五 因律政司撤銷覆核中獲保釋 另外11人保釋決定的覆核聆訊分批在今日 今後星期六和下星期一處理 王碧雲和五建委二人的覆核聆訊 今日早上在高等法院由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兵處理 杜麗兵高等法官決定批出王碧雲的保釋申請 至於元朗區議員五建委的保釋決定覆核聆訊 就被撤銷獲准保釋的決定 他需繼續還押後信